有一个妇女她开两车 当时的车你的锁石如果放在里面 然后你关上门你是能够被锁在车外的 当然现在的车它已经很高科技了 可是如果我们记得差不多十年前二十年前 很容易的锁石如果我们忘记了放在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被锁在门外 所以她就很开始的很紧张 哎呀糟糕了我被锁在门外 然后我得赶紧回家 因为她的儿子生病了 所以她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她就记得牧师就教她祷告的功课 那她就关上眼睛 她就向主来祷告 主啊我真的很着急 我需要很快的回去 主主你帮助我 你拆开一个人来帮助我来开这个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她打开眼睛的时候呢 就看见一个哎呀很高大很壮的一个男人 长在他隔壁肌肉很大的 然后她就对自己想呢 哎呀上帝真的是应我的祷告了 肯定是上帝猜派这个很壮的人 所以呢我就问问她 那这个妇女呢她就问她 先生先生你是否呢 你懂得怎么样开车门吗 那你懂得怎么开车门吗 那我想大多数我们都不会 可是很惊讶的呢 这个很强壮的人 她就跟她说那我当然可以 然后她就在她口袋里面呢 来伸进去 她拿一个小小的工具就出来 然后差不多一分钟 她在那边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突然间那个车门打开了 然后这个妇女当然很高兴 她很高兴 然后就她给这个 给这个人给她一个拥抱 然后她跟她说 谢谢你谢谢你 你真是一个好人 然后这个很壮大的男人 她就跟我说 哎呀其实我 我不是什么的好人 其实我刚刚从监狱里面 我出来 然后这个妇女就很惊讶 跟她说 你在监狱里面 然后你今天早上刚出来 哎呀你到底犯了 你犯了什么法呢 那这个强证的男人就回答说 哎呀我就是因为 我就是因为我偷车 才做监狼的 然后这个妇女呢 眼睛大大的 然后呢她望着天 她这样的说 主啊你真是太好了 然后你拆拍一个 professional的 然后你拆拍一个 专业的 懂得怎么开车门的 来应允我的祷告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个题目呢 就是信心的祷告 那我想当然我们大多数 我们的祷告呢 不是这样的方式 得到应允的 那可是仍然我们要学习 信心的祷告 那这个信心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词呢 那其实它是取自于雅各书 五章十三到这个十八节 里面的第十五节 我明白你们团体 可能就正在查考这个雅各书 那特别十五节 刚才我们所读的呢 十五节这里说 出于信心的祈祷呢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那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今天要观察 那我们怎么样的 操练信心的祈祷 信心的祷告 那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就观察到 有三方面我们能够学习的 来培养信心的祷告 那第一个呢 我用三个F 来讲解 第一个F就是Fervent 或者恳切 如果你们看第十七节 十七节 十七节这里说 以利亚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那他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那个英文里面呢 恳切祷告 他翻译成Fervent 所以第一个 关于信心的祷告 我们要恳切 那为什么 我们怎样的恳切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能够恳切祷告 原来十三节呢 就跟我们说了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他也就是说 什么的情况 你在受苦的情况 你要祷告 你在喜乐的情况 你也要祷告 那特别在受苦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恳切祷告 因为知道我们受苦的时候 上帝仍然 他与我们同在 他知道我们所流的眼泪 他帮助我们 他兼顾我们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在苦难当中 我们应该向他祷告 他帮助我们 不但在受苦的时候 还有呢 在喜乐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他是万福的源头 我们能够来感谢他 就好像这个 雅各书第一章 第十几节 这样的说 他是众光之福 对吗 一切的好处 是从他而来的 所以我们来感谢他 所以受苦的 我们求他帮助 喜乐的时候呢 我们向他来歌颂 无论什么的情况 我们都向他来祷告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呢 其实也反映在 帖撒罗尼迪迦 前书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 然后他有一段经文 是这样的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且恩 到底什么 为什么能够不住的祷告呢 其实就是刚才跟 我们所读的五章十三节 雅各书一样的意思 就是受苦的呢 我们来祷告 洗的呢 我们来歌颂 所以在这边 恳切的祷告 就是这个 那如果我们看 回到雅各书十七节呢 恳切祷告 之前这个经文他说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那当我们提到以利亚的时候呢 很多人给他的孩子 取名为以利亚 我们想到以利亚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 一个很弱的人 你会想到 好像超人啊 他仗着食物的能力 走四十周夜 你会想到一个 很伟大的先知 你会想到一个 很大有能力 被神中留的一个人 可是既然呢 十七节就跟我们说 那他其实跟我们一样的性情 什么是一样的性情呢 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软弱 有些翻译他们成一样的感情 Same feeling 他也跟我们一样的限制 他也跟我们一样的 这个的一样的 的限制 一样的软弱 那特别我们 知道以利亚呢 我们知道他在加密山 他就打了一个属灵的圣战 对吗 他就对打巴黎的这些先知 然后他也祷告 求神彰显自己 然后上帝从天上降下火 来燃烧他的祭 这个献祭 可是巴黎先知 那边却被打败了 那不当如此 可是过在加密山 过后的那圣战呢 那马上呢 耶喜别呢 耶喜别就要追杀他 然后呢 他就很 他就 当然他被追杀 他就逃跑了 那这个十九章里面 也记载着呢 那他逃跑 逃到旷野 然后走了一日的路程 然后注意哦 只是一天耶 一日 然后呢 他来到一棵的罗藤树下 然后就在坐在那里呢 求死 说 耶和华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 我的列祖 所以在那边 他就求死 那他的意思就好像今天呢 好像我在 释奉的时候 哇 我觉得 哇 太多的难处了 太煎熬了 这个了 然后我就对神说 哎呀 神啊 你看我 我不胜于张牧师 我不胜于陈牧师 我不胜于 我的列祖 所以他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他也有他的软弱 就好像雅各书说 他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可是他虽然软弱 可是在这边 至少他在这边呢 他做了一样对的事 也就是他把他的忧虑 他把他的失败 接着祷告呢 来向神说 He called out to God 他是向谁说罢了呢 他是向耶和华 耶和华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是你 我的列祖 至少他做对的地方 就是他向神来呼求 那今天我们看到 精神问题越来越多增加 特别每个人困在家里面 很多这些的depression 有自杀的这些的意念这样子 为什么呢 常常不懂得怎么样管理 我们的这个忧虑 导致忧虑症 那可是在这边 以利亚呢 他教导我们一个功课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忧虑 很坦诚 很诚实的 来就是祷告 向神来呼求 所以在这边你看呢 以利亚没有装 哇他是很强壮的人 他没有装 我是大先知 我不可以让人看到我的软弱 没有 他就把他的软弱 他把他的这个的 跟以前的先贤 比起来那种的不足 他带到上帝的祷告里面 所以他很诚实 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呢 我们也不需要隐藏什么 我们就像隐藏上帝的之道 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失败 很诚实的 来向我们的祖 就如哈拿一样的 清心土意 清心土意 好像把心里面打开 倒开这样的 来向神来诉说 所以恳切祷告 这是我们从第十节 十七节里面的 以致呢 虽然以利亚呢 他软弱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那可是他知道 上帝 随听他的祷告 也并且真的 神听见他的祷告 他就采拜什么 他采拜天使 来到以利亚的身上 然后呢 给他一瓶的水 不但如此 还给他饼 然后这个饼也是在炭火 然后已经有冰过的 好像toast box这样子 所以也因为以利亚的软弱 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也借着以利亚的软弱 彰显神自己的能力 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什么事情 他就 吃了那个食物 他仗着饮食的力量 他走了什么 适时走夜 那不得了了 原来借着以利亚的软弱 他愿意的承认 可是却反而彰显到上帝的能力 那其实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 通常我们讲到恳切祷告 你恳切祷告 你会恳切祷告什么 通常是比较真面 对吗 医治 福气 我的需要 别人的需要 好像我们疫情里面 求神这个的把疫情快快的出去 可是以利亚他祷告什么呢 他祷告 他肯切祷告什么 他的内容是什么 求不要下雨 如果我这样祷告 求神 你不要让新加坡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一六个月 不下在新加坡 马上被每个人咒诅 对吗 那到底为什么 以利亚会这样的祷告呢 其实有时候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什么 要人经过这些的天灾 这些人活呢 以致人心悔改来转向神 那可能也在这个疫情呢 上帝是要跟人类说话 之前人类依靠他自己的才能 依靠他的富裕 依靠他的成就 这个的 可是上帝这这个疫情呢 要把一层一层一层的剥掉 打掉 让我们人心能够转向他 当然十八节就 也他肯切祷告 那天就降下雨来 也地也生出土壇 所以以利亚他肯切祷告 不单只是降祸 也有自福的 那可能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肯切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 有时候我们 不真的相信神听祷告 甚至我们会给神学的理由 神学的理由 可能我们就觉得 哎呀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我为何要向他祈求呢 可能我们也甚至觉得说 哎呀 上帝已经有他的旨意了 他的旨意已经定在天 是不能够改变的 那我就不要祷告了 我们就觉得 祷告是打空气这样子 可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晚上 你 我所讲的 你都都忘记了 都不懂我在讲什么 那记得一个 记得一个 是God listens 上帝会听 我们的祷告 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属于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罪得洗尽 我们已经是他的孩子 他听孩子的祈求 那是的 可能上帝不能够 是的 我们的祷告 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 可是上帝的旨意呢 常常就借着我们的祷告 来成就 那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是不能改变神的旨意的 可是上帝的旨意呢 是要我们向他祷告 然后借着我们的祷告 他行他的旨意 给一些的例子 就好像刚才 在那段经文里面 第十五节 他这里说 出于信心的祈祷呢 要救那病人 那我们不知道 对于一个病人的人呢 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旨意是要他医治 或者不得医治 可是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 这次教导我们的 当我们为他祷告 神却医治他 然后我们就知道呢 就是神的旨意 要医治他 就是神的旨意 要医治他 可是神的旨意 也是要我们来 为他祷告 神就接着我们的带导呢 来医治他 那当然我们马上会问 那如果这个人 没有得到医治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然是神的旨意 让他不得到医治 可是是不是 永远不得到医治 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知道 医治有三方面的医治 第一方面的医治是马上的医治 常常我们看到 耶稣他马上的医治 很神奇的 另外一种的医治呢 是渐进的医治 Progressive 特别接着药物啦 这些既然的苗医这些啦 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 慢慢的慢慢得到医治 也是今天我们 享受最多的 那马上的医治得不着 渐进的医治 我们也得不着 最后呢 我们有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医治 We have an eternal healing 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 荣耀的身体 所以在地上 虽不得医治 一天我们一定会得到医治 可是在这边 我要回到我的主题 就是呢 神接着我们的祷告 成就祂的旨意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 OK 在这边我们知道呢 这个彼得 他被囚在监狱里面 可是同时 这一节也跟我们说 教会呢 却为他 切切地祷告神 英文两个P While Peter was in prison The church was in prayer 教会就在举行一个祷告会 为他祷告 上帝呢 也借着这个祷告会的祈祷呢 来运营 神的旨意 要拯救彼得 那不但如此 耶稣也教导我们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三次祂用的动词 什么呢 祈求 然后呢 寻找 然后扣门 这个是 那这个 其实在祂的原文 在这边我们 就好像读成一个 一个verb这样 一个动词 好像是一次的 祈求 寻找 扣门 可是祂的原来的 原文里面的 那个grammatical 的内容呢 是一种 一直 是一直的求 一直的寻找 一直的扣门 Keep asking Keep on seeking Keep on knocking 英文是说 continuous dance 它的意思就好像 你不见一个 很宝贵的东西 那有时候我带我的 当然 这几个月 不能够带孩子出门 对吗 可是 之前带他们去那种 逛街 很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 他们乱跑 乱跑都不见了 真的 以为是不见了 我怎么办 我就到处问 你有没有看到 我的孩子 去那个information counter 问 我是不是只是问了一次 找不到 我就不管 没有 一直的问 一直问 直到找到他为止 一直的寻找 一直的求 然后甚至扣门 扣那个经理 manager 摸经理的那个人 一直扣门 这个的 一直你找到他 那通常我们的祷告呢 就缺乏这样的迫切 缺乏这样的恳求 可是 证乱经文里面呢 耶稣跟我们说 一直的祈求 一直的寻找 一直的扣门 一直的这个的 甚至 这个 他两次的 来提到 这个 那当然 你可能说 哎呀 上帝 我恳切祷告 可是神 好像好像没有 听见这样子 通常 这是 可能 一个理由是什么 他要我们等候 他要我们等候 就好像这个 这个先知里面 等上帝 可是他 回答 上帝啊 我现在 就要一个女朋友 神引了 给你一个女朋友 真的吗 我们也知道呢 神 以赛尔书 跟我们说什么呢 他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常常 他要我们等候 是要我们谦卑 是要我们谦卑 来依靠他 来教导我们 忍耐的功课 来信靠 他自己的 时间 不然的话呢 他就成为 我们的什么 他就成为 我们的精灵了 我们却成为 主人 他却是仆人 其实是相反的 他是主人 我们是仆人 我们学习 来等候 或者呢 有时候我们 恳切祷告 可是雅各苏 也跟我们说 你们恳切祷告 可是你们忘求 记得吗 雅各苏四章三节 我们是很熟悉的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 在你们的 宴的当中 神啊 你给我一个Ferrari 我要去探访弟兄姐妹 探访弟兄姐妹 我要省时间 他们要我很快的 到他们的家门口 所以我要Ferrari 哇 我这样的求 肯定完蛋了 对吗 那可是在这边呢 原来有时候 其实我们的天父呢 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 什么 神按着我们的需要 来回答 来回应我们 不是我们的想要 我再说一次 神是按着我们的需要 来应应我们 而不是我们的想要 God knows best what we need not what we want 有时候他说不的时候呢 是为着我们的好 同样的 现在父母亲很担心 孩子太多 screen time 然后看这个 看这个computer iPhone 这些 所以我刚刚 刚才去带孩子 去弄眼镜 哎呀 这个六个月里面呢 哎呀 他的这个近视 他的速度 又上了 哎呀 一直control 他的screen time 可是他就 一直念他了 有时候我们父母亲 我们也知道 我们说不 是为孩子的好 不要玩太多电脑 不要去吃太多麦当劳 吃太多的冰淇淋 我们说不 是为他们的好 何况我们的上帝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当神说是 或者他说等 或者他说不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的恳切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他的回答 他的答复 他的计划 他的答案 他的时间呢 是最好的 是为我们最好的 那因此呢 我们能够来 凭着信心 这样的恳切祷告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 关于信心的祷告 是恳切 Fervent 可是我想我们 不单只是要恳切 我们所需要的呢 也是要跟从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F是Follow Fervency and Follow 那这个第十六节这里说 一人祈祷呢 所发的力量 是大 有功效的 在这边呢 他就给一个 形容一个人 为义人 义人的祈祷呢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什么是义人呢 一个义人就是呢 他很认真的来降服 在神的诫命当中 活在他的主权里面 好像以利亚这样子 他很认真的听从神 很认真地跟从神 那是以利亚 他有他的软弱 可是之后呢 他就马上就去舍 来跟从上帝 那对照一个义人呢 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却跟我们说什么呢 如果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垂听 一个罪人 这个义人就是 一个罪人就是义人的相反 一个罪人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垂听 彼得前书第三章 七节 第三章七节也这样的说 你们做丈夫的 你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 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你是不是天天跟你的老婆 妻子争吵 没有尊重他呢 姐妹今天 到这个经文很高兴 可是我想呢 这个丈夫也能够换成 妻子的 对吗 你们做妻子的 也要按情理和丈夫同住 特别明天 Father's Day 所以这里就跟我们说的 如果每天夫妻两争吵 一直生他的妻 一直冷战 给他cold shoulder 那有时候呢 是什么 我们的祷告 有一个阻碍的 还有什么呢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 二十四节 跟我们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所以要奉献之前呢 如果想起你得罪了你的弟兄 先他的和好 过后呢 来继续 来献礼物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雅各15章16节 所对我们说的 所以你们要彼此的 来认罪 彼此认罪 可能就是什么 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一个人 我们得罪了一个人 接着我们的缘语 接着我们的态度 我们得罪了他 那上帝要为什么 彼此这样的 来认罪 那当然我们 是的 我们知道呢 罪拦阻我们跟神的那种的关系 最有时候呢 会使我们 跟神的祷告 有一种的拦阻 一种的阻碍 可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不代表说 上帝就不爱我们了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不代表说 我们从天堂被踢出门了 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永恒的 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呢 是稳固的 可是当我们不听从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有时候 他不应允我们的祷告 他不垂听我们的祷告 就好像 来到父亲跟儿子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好像我的儿子 他不听话的时候呢 他是不敢来说 爸爸爸爸 我要冰淇淋了 没有 就躲在一个脚头 当然他知道呢 仍然我是他的父亲 仍然我是他的 爸爸 仍然 他是我的儿子 我仍然爱他 这个 没有改变的 可是他也知道 因为不听话 对吗 不听话 所以 他的请求 就会被拒绝 不是说 我不爱他 而是我要什么 我要他 来学习 所以跟从 那当然 第五章十六节呢 这里也指给我们一个关系 就是说 认罪跟医治呢 是有它一定的关系的 这是经文里面很清楚的 那真的有时候呢 罪呢 真的有时候犯罪呢 会带出这个的病情 然后呢 接着认罪 然后接着认罪 就得到医治 就好像这个 更多前书 十一章三十节 其实这一段经文 是我们很熟悉 圣餐的 那这里二十九节 三十节这里说 人应当自己审查 然后吃着饼 喝着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 自己的罪了 那下一步 这个部分呢 我们通常 是没有读的 这里说什么呢 是 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也不少 所以很清楚 这里跟我们说 有时候是人 因为呢 没有审查 没有审查自己 然后没有分辨 是主的身体 自然的 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中间有 好些软弱 与患病的 那当然 我们也知道 但病呢 不等于犯罪 病不一定是因为 我们犯罪 最很出名的 一个例子 就是说谁 我们知道月博 对吗 月博 不但月博呢 其实约翰福音 九章一到三节 然后耶稣 走过一个人呢 他生来是瞎眼的 那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拉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那到底是谁犯罪 是他吗 或者他的父母亲 第三节 耶稣就说了 那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而是神要在他身上 来显出上帝的 这个作为来 所以不一定是这个 可是仍然我们要审查 所以在这里说 那约翰福音15章7节也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一个人若主耶稣住在他里面 就是耶稣的话 住在他里面 他所愿意的祈求 那给他们 会给他们成就 那有一个祷告的伟人 就是乔治 穆勒 George穆勒 阿瑞托瑞 他也是一个祷告的权柄 写祷告的书 他就讲到 George穆勒 那个乔治穆勒 他是一个祷告的伟人 因为他懂得慷慨 他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 从来没有停留在他的手上 他立即把它传给别人 他不断地领受 因为他不断地来给出 也就是说 这个乔治穆勒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 这个祷告的伟人 因为他一生 他跟从主 他听从主的命 他对于所有指示员 要慷慨 特别在神的施工里面 所以这个乔治穆勒 他一生 他其实所得到的奉献 是800万英镑 8 million pounds 乔治穆勒 当时候 8 million pounds 是很多的钱的 可是发现到 当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财产 其实他自己的个人财产 就800 就800英镑 他一生收到800万的英镑奉献 可是最后所留下 为自己留下 只有800 为什么呢 他不断地慷慨 不断地给 特别在这个孤儿院的施工里面 所以他不断地给 上帝也听从 他的这个的应允 他的祷告 当然他的祷告是 按照神的职业来祷告 我们也看到 Tory讲到穆勒 另外一个很有趣 也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是这个穆勒 他祷告前 会先从阅读和默想 上帝的话语来开始 指一个祷告 自然地形成 在他的心里 因此 神才是他祷告的 真正作者 神也应领了 他自己所喜事的祷告 也就是穆勒 他怎么样地祷告 你不会觉得 有时候你为自己的祷告 有点闷 我每次就是 三点 神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这个 可是穆勒 他在祷告前 他什么 他先读经 一直到一个祷告 接着神话语的字论 形成在他的心里面 那这也帮助我们 懂得怎么心情的祷告 怎么样的更深度的祷告 就是我们Pray Scripture 我们读主的话 这样就叫我们的祷告 更有神学的深度 更有感情上 好像诗篇的那种的深度 所以 第一个F Fervent 恳切地祷告 第二个F Follow 就是这些都是 心心祷告 重要点 最后呢 我们讲到最后一个F 就是Fellowship 十四节呢 这里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呢 他就该请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哇 我很高兴啊 今天晚上成人团区里面 很多长老 好吧 所以你看这个经人里面呢 他叫谁来祷告 他叫长老 那其实里面的前提是什么呢 他的前提就是呢 你属于一间教会 There's a premise 他assume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的 你有一个长老来监督你 你有一个牧师 你有一个传道 来监督你 来牧养你 那为什么这一节 在今天这个事 他们的重要 因为今天很多人说 哎呀 我为什么要属于一个教会 好特别 今天已经可以work from home 又worship from home 两个 w from home的 我还可以 我worship from home 我还可以选了 我喜欢听的讲员 他讲到闷了 我就换 我就换 好像从第五播到 换去第八播到 换去优频到 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又可以盯好的讲员 我又不需要搞这些 人际很复杂的关系 所以就说 哎呀 不需要教会了 可是在这边呢 这一节 当然这一节就足够跟我们说 我们是需要属于一个教会 我们需要一个长老 来监督我们 来勉励我们 来鼓励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属于一群的一个群体 属于一个当地的教会 在那边呢 来委身 来彼此爱信徒 来彼此的服侍 来彼此的带导 好像这个第十四节里面的 也当然呢 有时候我们是像 一个牧者 像一个长老呢 像一个弟兄姐妹 来也是一种的教掌 免得我们 落入到罪恶的当中 所以 信心的祷告 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什么 团企一种的 Fellowship 属于一间的教会 属于一个群体 一个弟兄姐妹的群体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他们 为我们来祷告 这里经文就跟我们说 什么 因为一个义人的 义人的祷告 大家我们会读呢 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需要这些长老 需要这些在属灵上 比较有成熟 有经验的 我们需要他们 对于神的认识 对于圣经话的认识呢 来帮助我们 来为我们来带导 所以不但如此 十六节呢 也跟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团契 十六节跟你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不但你要为长老 来为你代求 你自己也有一个责任呢 来为别人来代求 这里就有给我们一个责任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团契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教会 为什么我们需要 在祷告会里面呢 是属于一个成分 因为团契的需要 因为这个的 因为代求的重要性 代求的责任 团契 其实本身 它的意思就是说 I share my life with you I share my life with you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有团契 我们有祷告会 我们有小组 的这个的意思的原因了 所以信心的祷告呢 我们也需要 人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是要来为人 来祷告 所以就以福所书 六章十八节 这里说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 来祈求 为众圣徒 来祈求 那常常 我们知道 这个阻断措施里面 你去超市的时候 刚开始这个 Sirkit Breaker的时候 其实超市 你去超市 买东西是很紧张的 对吗 我还记得政府 他跟我们说 你去Supermarket的时候 你之前一定要 prepare你的什么 你的shopping list 不要在 这个超市里面就 很随意 很轻松 不要 之前就 预备好了 其实当我们 参与祷告会的时候 当我们属于一个 团契里面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祷告会所给我们的 就是什么呢 祷告册 祷告的名单 你发觉到 就好像 你没有shopping list的时候 你不懂要买什么 你花很多的时间 很waste time 浪费时间 同样的 你没有预备一个祷告册 你祷告的名单 你也不懂得怎么样祷告 你也会对祷告 没有兴趣 因为你想起 人的需要 弟兄弟们的需要 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精神的 可是 来到祷告会 有人为我们预备这个 这个祷告册 你就很 比较容易的 就跟着这样的祷告 来这个的祷告 所以我们Facebook 我们有 Zion Presbyterian Church 每个信息也有十项 对吗 你问那个 列出那个祷告的容易吗 不容易的 非常难的 它反正难的 已经帮我们做了 所以我们单单只是 来go through 来祷告 为什么这些能够形成呢 是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属于一个Fellowship 我们属于一个群体 我们是一个群体 在这个 最近我带我的太太去看医生 当这个 她主弹措施结束的时候 这个医生就给我们 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 就是太太有贫血 贫血 Animic Low Blockhound 这个是我叫 可是我感谢上帝 哎哟 弟兄姐妹呢 能够把她需要 带到这个祷告车 她就为她来祷告 所以这个是很感谢上帝的 你自然而然也看了 那些如果不属于一个团契的 不属于一个组的 自然 很自然的 他们祷告的生活 会什么 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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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天天单单只为自己祷告 我的需要 求生供应我 可是 当你没有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就好像什么 死海这样 会缩小的 所以神要我们属于一个群体 要长老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要为别人祷告的 那种的责任 那十四节也给我们一个 比较一个 到今天 我不是完全明白的一个意思 他说 中间有病的 你要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来抹他 为他祷告 可能每个长老口袋里面 就有一瓶油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用油来抹他呢 那当然我们读一些的注释书里面 他跟我们说 当时候 油有一些 医治的能力 Healing Property 今天同样的 我们有用一些的 油有医治 带来一些医药的能力 那他也有 别人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他形容什么 好像圣灵 高在一个人这样子 好像圣灵的能力呢 在于那一个人 神与他同在 也就是神与他同在 求神怜悯他 让他病得医治 还有呢 就好像一种的 行 一种的代表 一种的预表说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 去探访人 我们会牵着人的手 握着人的手 他本身没有 没有 extra power的 没有 多一层的能力的 没有 牵着他的手 就是 比较亲切 比较 带来他安慰 可是我想在这边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意思 焦点就是 我们 有需要 我们 有病 请 请别人来为我们 来这个的什么 来祷告 你不要说 我可以的 我不需要的 我靠着自己的祷告 可以的 不行 我们要别人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有责任 来为别人 来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 信心的祷告 三个F很重要 就是 恳切的祷告 然后 跟从的祷告 第三 团契里面的祷告 最后 我们的仰赖是谁 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不够恳切 我们也没有跟从 我们也没有 好好的团契 可是最终 我们知道 有耶稣基督 我们祷告 我们奉谁的名 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 我们也知道 他是 恳切的 为我们祷告的 他也是那真正的 一个义人 他也是完全的义人 我们也知道 义人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何况是耶稣 约翰福音 实际上 他为我们祷告 不但如此 耶稣也与我们团契 他本来 他是神 却成为了一个人 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满的 有真理 有这个的 有恩典 与我们团契 好 所以这是耶稣 所为我们成就的 也激发我们 信心的祷告 恳切的祷告 跟踪的祷告 也团契的祷告 好 分享就到这里 就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